赵露丝生日那天 曾黎从微笑的同伴那里收到了蛋糕 画面温馨而幸福 曾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照片 庆祝赵露丝的24岁生日 她的留言写道 生日快乐 爱你照片中的曾黎 在她微笑的女友旁边摆姿势 女友正在给她喂蛋糕 在梦中 孩子的叛逆卷发 仍然没有 她很高兴地为她的祖母提供一块蛋糕 并且没有反抗 与剧中的角色相反 在剧之外 她与姐姐是平等的 有人说 不能偷偷摸摸里还有第二场比赛 名字叫曾黎与克露丽 另外 人们说克露丽有家人 朋友和醉莉丝 我祝她生日快乐 她23岁的身体里充满了美好家庭的祝福 她利用她的年龄拒绝任何东西 除了最好的 她不断地热情追求 随着我24岁生日的临近 我期待着与曾莉和赵露丝的进一步合作 很多人说 一个美女给了另一个美女一个蛋糕 他们认为露丽是一位娇弱的公主 并认为她的嫉妒是可笑的 作为回应 他们说我不会恨你 并继续表达对她的爱 露丝从丽影2.0赵薇变成萌萌妹子的模样 并不像她只是一个赵薇那么基础 最近追剧我喜欢你的时候 觉得赵露丝的长相太可爱了 甚至当她和男主亲近时 她也对她有一种保护感 就像一头小牛会让她的旁观者感到保护她一样 每个人都同意露丝的 可爱是不可接受的 当我看到网友们对这部剧的反应时 我才知道我有点明白 在家有女儿的父母是什么滋味了 看看自己的孩子就好了 没有理由更喜欢他们 感觉有必要看看网友们的反应 我去看看他们在剧中喜欢谁 网友们的感性总结 直指陈千千 顾胜男 赵露丝大受欢迎的原因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赞美 赵露丝的气质和长相受到同性界的赏识 证明了她的脸蛋非常有魅力 她的可爱为其他面孔提供了积极的优势 不同年龄的反应用她作品中的剪裁 来赞美赵露丝的甜美外表 我用这些来向年轻人和老年人展示 以消除对她外表的困惑 每个受访者的结果都不同 有些人觉得她很可爱 而另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 我喜欢你 系列最终大受欢迎 以如此巨大的优势 超越所有其他剧集 甚至赶上了自己 电视剧《喜欢你》于2017年4月27日上映 她只是电视剧《喜欢你的一个版本》 这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和写作工作 该剧由著名导演陈可欣监制 对电影版进行了改动 由金城武和周冬宇主演 电影和戏剧都提供了出色的娱乐性 说到女主 赵露丝有着独特而充满活力的风采 但周冬宇的决心会比她更胜一筹 由于电影中夫妻的爱情 我发现很难坠入爱河 赵露丝将顾圣男矜持的一面 发挥到淋漓尽致 将她可爱的性格暴露在 恶毒男主陆锦面前 此外 她代表了无情敌人的敌对心态 目前 我已经完成了正在播放的剧集 虽然我没有拍完所有十集 但我仍然觉得我错过了一些东西 另外 追剧让我有了轻松快乐的性格 林宇深饰演的海王陆锦 是故事中唯一的缺憾 她没有金城武男主那样暴躁的性格 而她的演技 让林宇深的海王陆锦觉得自己 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 二十八分油腻的脑袋 一脸恶毒的柴俊笑容 资深爱情选手调侃斗楚凯的小妹妹 她总是满头大汗 生怕面对顾圣男的阴谋 因为她害怕扰乱一北一南 同时也避免相互干扰 《我喜欢你》 是一部略显甜美的青春剧 值得关注 当被问及自己 会成为第二个赵丽颖的看法时 赵露丝的心碎反应 证明了她与《珊珊来吃饭》中的主角相似 可以说 在这部电影之后 很难再看到一位既甜美又有魅力 又不带一丝尴尬的女主 这位演技流畅的影星 也是《老九门》《花千古》等电影中 赵露丝常被拿来和赵丽颖相提并论的原因 她谦虚地表示 她不知道要多久才能 和赵丽颖一起出现在一个话题中 这没有必要有人称她为天才 我认为人是独一无二的 很难理解 如果我直接对别人说 他们会和赵丽颖有同样的感觉 她的形象非常低调 并且谦虚到足以保持低位作为表演者 她的演技和气质也让我印象深刻 赵丽颖的成名 源于她在《小甜甜》电影中的工作 但由于她的演技和风度 她在《知不知道》等电影中获得了人气 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 她的风格比后来的更讨人喜欢 人们喜欢赵露丝的长相和举止 他们也欣赏她的脚踏实地 她忽略了空气 使她的表演具有透明的品质 相信大部分网友对赵露丝的印象都比较深 她在网剧中饰演了传闻中的陈千千 她骑着马 穿着红色 主要美容博客在论坛图片中证明流行后 发布了对化妆的模仿 此外 许多人使用此图像发布自己的化妆 没有记忆过滤器 赵露丝的味道就像1980年代和90年代的香港名人 首先 眼睛和气场是显着的 而书中所描绘的红色美人 总是以魅力四射的形象着称 虽然我喜欢这个演技自然 剧情甜美的女演员早在《三千压沙》和《凤求皇》中 我还是要先讨论一下《凤求皇》 这部剧将赵露丝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皇帝 在离国遭遇灾难后 她被男主角救了出来 这些网友认为 《碧姬姬》的气质与《楚桥传》里的李清一模一样 亲人宠爱秦川公主为核心群宠 她性格内向 自然懂得爱 您不会将挫折视为痛苦的景象 赵露丝和谭川都是近两年流行的体现 富家女气质的风格 她们的眉宇间充满了爱与希望 她们的身体不是紧绷 而是放松 这使她们非常讨人喜欢 可以自然地表达自己 厨宇的凤球形 对自己的身体不太满意 荣植追了很多年才看完 因为她的执着 在写完最后一页的时候 她看到了心中的白月光 女主极度渴望爱情 为了赢得荣植的好感 她不得不给自己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她是她唯一可以对付的男人 尽管她的女朋友是包牙的 尽管身体不完美 她仍坚持不懈地追求她 这引发了强烈的痛苦 因为赵路斯的口碑和演技 她2017年的电影资源爆红 然后她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一首名为《我喜欢你的流行歌曲》 是众多赞美歌曲中的一首 此外 传闻中的陈芊芊 也备受好评 哪个角色对她影响最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